2022年的12月 德国之声公布了一支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是普丁快要上台的时刻 还在竞选过程时候所拍摄的 所以他拍摄的不是现在入侵乌克兰的普丁 每个政治人物都会改变 但是你可以看出他性格里头的蛛丝马鸡 当时是在1999年12月31号 俄罗斯第一任的总统姚卿宣布 他交出权利给普丁举行总统民选 而那个时候普丁是姚卿亲自挑选的第五任的总理 事实上1991年苏联才崩解 为什么已经第五任呢 因为那个时刻俄罗斯是一个破产的状况 所以姚卿他说他是卸下了千金重贷 他的女儿说爸爸我的爸爸回来了 早在叶尔清之前 苏联也早在集体之前就已经破产了 当时破产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入侵阿富汗十年 而现在普丁正在重蹈覆辙 所以政治人物不读历史是不行的 第二个是和美国之间的军事核武竞赛 从1950年开始加上卫星太空竞赛 整整长达30年 而俄罗斯或是苏联只有美国GDP的三分之一 当然他就接近破产 到了1985年宣布权力的各种不同的政治改革 但事实上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就非常的糟 最后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也很糟糕 然后俄罗斯之后呢 他几乎有半年都发出薪水 每天都在半停电的状况 这个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 直到美国打了阿富汗战争 国际油价大涨 俄罗斯才脱离了他的困境 所以真正解决普丁问题的人 是美国 是宾拉登 而普丁在崛起的时候拍了这么一支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里头拍出普丁的两个面相 他有时候看起来像硬汉 有时候看起来有他温暖的一面 他有优柔寡断的时刻 也有的时候冷酷无情的时刻 而那个时刻在权力里头 已经看见各种不同人的 Gobarsha 在投票的时候 跟朋友去喝了杯酒 那时候他就已经预言 普丁这个人会是个独裁者 他会一生想要掌握权力 1999年12月31日午夜中响前 俄罗斯总统叶尔钦 曾经在电视直播演说中 无预警宣布辞职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哪怕是他的妻子 世界上除了他自己 只有一个人知道 就是即将接近他位置的普丁 但是普丁并不知道 竟然会是这么突然 去离开 利曼斯基 这是他还在为政府做事的时候拍下的影像 现在的他已经流亡海外 长居拉脱维亚 的机会 而其他人也罵了,其他人也罵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我们做了 这些人是批评的意义国家 在最终的结构 只有这些人在这些人 如果人们相信这些人 这些人是最重要的 普丁没有变 在二十年后 当普丁决定向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际 依然是如此 不同的是 当时媒体为他打造的形象 是铁腕执法 却仍保有人性的温暖 而非现在的冷酷无情 普丁没有竞选广告 却无所不在 在祖国保卫者日 普丁来到福尔加格勒会见退伍军人 在三月八号国际妇女节 普丁到了俄罗斯织女之城伊万诺沃 关心女性劳工 竞选的形象塑造 可谓相当成功 当时叶尔清是真的开心 这一天 叶尔清心情好到对着镜头输出 他为何放弃总统大卫 目前为主要计算出 自动改变 无法赖 vagy无策 aan 国落 即使 要30约 写 替代 家里 私 在 陳靜在慎選喜悅中的伊爾卿 親自打去普丁競選總部祝賀 普丁沒有接到 對方表示會通知普丁回電 一等就是一個小時 這部紀錄片里也出現了 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身影 他也在2000年3月的選舉中投下了一票 他沒有鬆口說他投給了誰 不過這一段投票後與老友的一段談話 在20年後的現在聽起來 竟然像是一個預言 однако проголосовав он не отказал себе в удовольствии 我會說說他要選擇 他要選擇 他要選擇 我需要15年來,民主席 我會15年來 我會了2000年 那你這麼 不需要 你應該不會不要這份 我今天會不想要這個 我今天會不想要這個 我會不想要這個 任何問題不想要 這件事不想要 不想要這個 在《紫禹物》 一直在《紫禹物》 202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让普丁可以在连任两届总统的选举法修正案 理论上普丁可以继续掌权至2036年 对现年70岁的普丁来说与终身总统无异 事情能够如他所愿 还是会像妄想终身执政的拿破仑一样 你我都将是历史的见证